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老师的帮忙非常的大 就是邓火土邓老师 他是那时候水产试验所的所长 他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因缘际会 他让我去各个水产试验所 就是整个大学 在寒暑假里面 去各个水产试验所实习 所以在大学里面 我有寒假暑假 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八个 他就每个寒暑假 他就派我去一个水产试验所实习 那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那时候 譬如我去过东港水产试验所 鹿港水产试验所 竹北水产试验所 基隆水产试验所 马林工作站 还有什么地方 台南水产试验所 其实去过非常多的水产试验所 老师们给我最大的帮助 其实是两件事情 我想跟各位去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 学问不是书本上的 学问是要做出来的 你要去做学问 不是念学问 你只有到了真正的这个现地 因为我念的是海洋 念的是这个鱼业生物 水产试验所里面 当然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我因为是假设很会念书 从小就很觉得 就是东门国小 然后监国中学 然后大同中学 监国中学 所以我觉得 好像自己还念书念得不错 可是我进到那个时候 台大动物系 我才发现原来是高手如云 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天在台大动物系的时候 我跟一个旁边的一个女生 同班的女生 她叫做林继坤 看起来不怎样 就是非常温和的 善良的女孩子 然后我就有一天跟她 要查字典 我就跟她借一个字典 她就拿一本字典给我 借 她借我 我就把那个字典翻开来 第一页翻过来以后 第一页就写说 贺林继坤同学 三年学业总成绩 全校第一名 校长叉叉叉 我说妈呀 我看来根本怎么样 都不怎样的 女孩子 她居然是 那时候精美女中 全校三年总成绩第一名 我才知道 当然我们班上还有很多 很厉害的同学 我才知道真的是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 每个学生都这么优秀 就我要怎么样跟她们 就是我们毕业以后 我才会跟她们有 不一样的机会 而不是跟这么优秀的人去竞争 我想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那时候想到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我要做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 所以那个邓老师他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水产实验所的时候 我就去各个水产实验所实习 那水产实验所实习 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物质条件也没有怎么好 所以我那时候在路港水产实验所 做的时候 我其实是睡那个鱼寮 因为没有房子给我睡 我就睡在鱼寮里面 然后鱼寮就是在 赤字旁边的 就搭了一个棚子 然后就看一下 不要来偷鱼的 晚上很多纹帅 我就拿了一个纹帅 挂在那里 晚上我就睡在纹帅 可是有一天起来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我的整个的手臂都是肿的 为什么会是肿的呢 原来睡觉的时候不小心翻身了 那个手臂就靠在那个纹帅上 哇 那个纹子一定热死了 一定每一个洞 它们就有一个纹子站在那边 它把我整个手都钉的都是包 可是我觉得学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在那个 竹北水产实验所的时候 也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就是我还记得 冬天很冷 可是没有地方睡 就睡实验室 摸石子地 或者是就是地上 那真的会 晚上会就是 就会真的会冻醒 那个时候 竹北水产实验所算是 非常偏远 不像现在这个 哇 地价都涨得这么高了 那个时候 从竹北水产实验所 到竹北镇 大概一天只有 不知道四班还是六班的车子 所以 那我一个人住那边 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你知道我吃什么吗 非常好玩 不是实验所 有很多的鱼池吗 那个鱼池 有的时候要做实验 就把那鱼捞起来 量它的体长体重 然后主要的鱼 就会放下去 然后再养 可是那个捞起来的鱼 不会只有 要做实验的鱼 还有很多的这些什么 下杂鱼 或者虾子 那种东西 那鱼就是 其实就是 沟笔 就是那种虾虎类 我们台湾叫高杆骂 或者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杂鱼 那我就把这些杂鱼 都留起来 拿个脸盆把它养着 然后 水产实验所什么都不多 水一定多 那个水就给它留着 养那个脸盆里面 那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走掉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脸盆里面 养在脸盆里面 那鱼也不会死 对不对 就捞起一堆鱼来 然后就拿一个大碗 然后就把鱼放在大碗里面 然后就放面粉 那个面粉就进去了 然后再加一点水 然后就搅 然后就看那个鱼就在那个面粉里面 这样油 你知道吗 就在面糊里面 就打打这样动 然后就烧一个 煎一个 就是把锅子烧热 然后就放点油 然后把这个整个饼就倒下去 然后就煎一个很大的饼 又有淀粉 就是面粉 又有蛋白质 就是那些鱼虾 然后又有那个油 反正我一定要放一些油进去 我就每天吃那种饼 然后青菜是怎么来呢 青菜非常好玩 就是在这个池塘旁边有长的空心菜 空心菜是长在水上面的 哇 那真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所以我就吃空心菜 加这个太空饼 这样就吃了很多餐 虽然这些生活 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 但它这种简朴的生活 让我真正去了解到 学习的快乐 因为那时候是年轻 没有太多欲望的瓶颈 所以后来我在 不管是在当教授 或者当馆长 或者做一些有的没的 这些委员的时候 我每一次觉得心里面 欲望很强的时候 想要东西很强的时候 或者什么的 后来我在人生的成长当中 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 不管是当教授也好 或者馆长也好 或者做一些委员 有的没的的事情也好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忧愁 很多的欲望 那个时候我就会去想 我以前那种简朴 可是是很平静 可是是很快乐 可是心里面 因为学习而很充实的日子 这个少年的经验 水中的经验 它几乎伴随了我一生 如果你还想要听 水的故事 或者海洋的故事的话 你就只好留在这个节目里面 继续等下一个的出现 谢谢你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